北京内城东南角楼 美国康奈尔大学网站发出一组拍摄于晚清的老照片 时间是光绪五年1879年 记录了老北京的人文风貌 非常珍贵 这些定格的影像为我们认识140年前的大清国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 我们借此可以拼凑那个时代 局部的社会生活场景 颐和苑以西的玉泉山和玉泉塔 1879年光绪皇帝年仅八岁 由慈禧太后掌控着大清帝国的运行 那个年头天下总体上还算太平 列强侵略的步伐没有步步紧逼 大规模的内乱也没有发生 洋务运动正在深入推进 慈禧太后飘飘然起来 竟然称自己创造了忠心之事 同光忠心 紫禁城神武门外景观 光绪初年 大清实际上危机四伏 所谓的忠心只不过是自吹自雷 洋务运动也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整体面貌 几年之后中法战争爆发 大清显露出了虚弱的真实底细 拥挤的人群围观拍照片的外国摄影师 远处能看到北海的白塔 此处距离紫禁城不远 北京一条商业街 我们通过这些老照片不难看出 北京作为守善之区 已经被欧美国家的一些城市甩在后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西方城市正在掀起修薄油马路 建设地下管网 铺设铁路 拉电报线等基建的高潮 但是清廷对北京的管理 依然和两百年前一样 皇家园林西院内的金敖牌楼 牌楼有皇家气派 但这泥土路却不怎么样 一下雨肯定遍地泥水 车马难行 不下雨的时候 风一吹又是尘土飞扬 站在高处俯视京城 当时的北京是个大城市 人口超过百万 我没找到1879年的数据 但我看到相近的光绪八年 1882年 北京城市内城和外城 家庭有21.8万户 人口108万 这个数量不可谓不庞大 呈现出户口日凡 待时者众 无余才给之 经是义无余地处之的局面 北京街头的骆驼和赶驼人 大清国北京街头 贩运货物的骆驼非常普遍 百姓的很多生活必需品 都由骆驼运来 比如西山的梅 石岩 站在东郊名巷的中玉河 桥上拍摄的风景 镜头前的小水沟 九十玉河 一条流经黄城的 人工运河 清朝文献成员石略描绘 玉河两岸景色道 两岸距直柳 垂阴水面 水绕沙滴曲 瞧看玉柳棉 柔条青着雨 嫩叶暗抽烟 迎落成波细 英垂画见片 亭亭一汉院 持日带阴迁 但就照片中看 玉河两岸不景不美 反而光秃秃的很荒凉 天宁寺塔 天宁寺有着悠久的历史 清朝两次重修 使其成为京城的一处盛迹 寺塔始建于辽戴 里面供奉设立